亚洲投顾的吴月展分析师 老师午安 谢谢午安 大家午安 还要请教老师 怎么来看待在今天的盘式观察 今天呢 开股开高震荡 那么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AIS补系补群 现阶段呢 可以看到是 有出现这个破底的压力 表现比较弱 还有就是在光通讯 哇 之前强涨 但是比如说像波若威啊 华晶光 近期是持续的回导 倒是在网通 车用 散装航运 像是在这个 还有部分军工股 今天股价表现还不错 以及PCB族群 老师怎么来看待现阶段 整体的盘式架构呢 我觉得今天的盘式 其实看起来的状况就是 体感跌幅其实还蛮重的 那这种状况其实 应该说近期 我们讲那个 从我们先从指数开始好了 指数在前前一个交易日 上礼拜五 等于是一根长红站回到季线嘛 只有昨天一根长黑又灌破到季线了 OK 那这个地方很明显就是上游压嘛 上游压对你说下游没有撑呢 那下面之前撑过几次的位置 大概就在半年线 所以看起来近期的格局 还是维持一个就是上游压下游症 然后维持一个压缩的格局 所以这个时间点就是要等待说 它表态的时间点嘛 那其实坦白说你说包含像美股啊 也是一天涨一天跌嘛 前天跌然后昨天晚上又涨 对不对 所以一天涨一天跌 其实操作起来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度 所以这对一般散户而言 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操作上面 还是要稍微注意 稍微留心一点 不要想说趁这个机会 是不是可以赶快进场来布局等等的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贵买指数 前面这几天涨上来 来到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位置 219.2附近的位置 它最高来到219.4嘛 结果连续两天就开始拉回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整个内股的轮动 其实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你说包含像刚刚讲的 那个光通讯的部分 像4979华星光 今天又触及到跌停了 它从9月14号开法说会 结果还有很多法人去上调它目标价 结果9月15号就马上送一根跌停锁时 然后9月18号也是跌停 今天又触及跌停 所以如果今天第三根的话 那其实就是连别三根了 像这种状况都是很奇怪 明明业绩展望好像 法说会并没有特别不好 而且听说法人这边收到讯息 都是说法说会讲的比较保守 说法说会后跟大家讲的状况 好像说未来成长性来非常好 结果就送你三根跌停板 像这种状况我觉得 好像他们有一些特性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本益比已经有点过高了 所以本益比过高的个股 坦白说你在这种阶段 遇到修正的几率 其实就相对的比较高 这部分我觉得先提醒大家 在操作上面 大概要稍微避开一些 本益比相对比较高的个股 这个地方稍微小心一点 然后再来 那个包含像那个3017的起哄 今天也非常的弱势 但是其实从这一波来看的话 它线从9月11号 一根长黑 其实盘中有跌破那个季线 然后尾盘有收上去 但是隔两天之后 其实又跌破 然后再隔两天又再站回到季线 然后到了昨天 其实开在季线之上 又一根长黑杀下来 又是灌破了季线 昨天还大跌8.28% 结果今天开平盘附近 稍微震一下 又继续往下杀了 到目前为止杀了5.62% 以它这种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也是 比较明显的一个状况 它是跌破了季线 然后再来前面整理的 一个头部区的位置 也很明显有一个 头部成型的一个状况 那像这种个股 要不要做一些调整呢 坦白说我是建议就一定要 因为第一个 我们最近跟大家讲的策略是什么 就是跌破季线 然后跌破头部 像这种个股基本上就不要太过留恋 会建议大家往这种角度去思考 那当然像这种类型的个股 还有什么 最明显的其实就像 3231的伪创 今天就不落了 其实之前 前面几天每次来到百元关卡 稍微都还会守一下 之前最低来到99.9 然后就做一个反弹 但其实在反弹的过程 每次我们讲到它 我还是会提醒大家 第一个下面看百元关卡 再来上面看季线 坦白说这段时间 它季线一直都没有站上 那你说今天跌破百元关卡 是不是也叫破底 这个其实没什么疑问 其实实际上看就是这样 所以很多 你操作 很多人就是 在这种AI大跌的时候 反而就很多人会出来讲说什么 未来的成长性很好 等等 现在不要错杀 像这种状况 坦白说 如果你操作股票是靠信仰 那这个 其实最好早点离开市场 我们还是提醒大家 我们在考虑自己的 资金的状况的话 其实真的不要去开玩笑 我们操作 其实基本上我们还是理性 理性科学的想方法 来操作 像这个跌破就是跌破 跌破就是很明显告诉你 价格就是跌破百元 即便它反弹 你上去还有季线的压力 虽然季线在117的位置 是有点远 但是你说 讲的话 这种小小的反弹 有意思吗 那如果真的跌破 不小心就往下杀了 那不是更危险 所以提醒大家 在操作上面 还是要维持一些 相对比较客观的一个做法 然后刚刚讲的是 那个微创 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广达 2382的广达 今天有一个状况也是 因为之前看起来季线都没有跌破 昨天测到季线 但今天看起来季线的位置也被跌破了 今天盘中也创了这个波段的一个新低 但是当然前面还有低点是206 跟那个210颠路的位置 这个位置 我觉得如果这边跌破季线的话 往下再去测的几率就大幅提高 所以看起来AI族群的领头羊 广达跟伟创 其实确实就是有转弱的迹象 这一步要特别留意 然后再来包含2324的人保 这几天其实也都是持续在季线之下 做一个震荡整理 都是没有转强的一个状况 然后再来像2356的营业达 它从那个9月8号跌破季线以来 基本上就季线就再也没碰到了 昨天今天又连续再持续创低 所以看起来这一组 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 那今天为什么说 盘斯看起来好像没有跌很多 因为到目前才跌17点 当然以台积电的角度才跌1块钱 所以跌1块大概跌8点 所以其实确实看起来 全职股这边好像跌幅并没有这么凶 特别是在封测的族群 其实今天表现还是不错的 封测当然就近期大家常热烈讨论的 像00929的富华台湾科技优袭 这一档ETF 其实今天是除夕日 但是可以看到近期都是持续在创高 那这一部分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它里面的主要成分股 都是落在 比如说像那个封测 像驱动IC 等等的族群 因为它在这个IPO的时间点 在这个时间点可以 找那些高值率的族群 那其实在这种状况底下 你说近期会不会涨很多 其实近期的这几个月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 很多都是找高值率的族群 那就代表追价的力道 就是对于整个题材追价的力道 其实是有所减弱的 所以反而资金会回头去找高值率的 因为相对安全 那当然在电子股的下半年 也不能说下半年 什么第四季到隔年第一季第二季 如果真的消费性景气 有机会复苏的话 那这些包含封测 包含驱动IC的族群 那之前的股价 可能比较没有这么的凶 没有涨那么凶 那当然资金就有可能回流到 这种属于可能相对比较保守 安全的个股 这个是比较有可能的资金流向 那当然讲到这一个部分 我们也可以带大家稍微看一下 譬如说像今天的状况 反而3037的新星 8016的南电 表现都还相对不错 其实他们也有一种 那个特性也是 值率率相对比较高 所以这些的个股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也许可以稍微回头去注意一下 这些的个股 那像包含像AI 包含像散热 这一段时间是不是题材性吵过了 然后基本面也没有明显的跟上 所以在一般投资人的信心上面 追加的医院上面 甚至说是不是之前都已经套在里面了 因为在这种时候 如果没有新进的买盘去推升价格的话 其实就要相对小心 那如果是有的同学 我是建议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是可以用换股操作的方式 找寻新的标的 或者是说 把一些多头的部位 开始转一些空单的部位 来做一些避险也好 或者是说 一般来讲 就是经验上来看 还涨急跌是常态 就是涨都是慢慢涨 但是跌都跌很快 所以像这种时间点 你是不是跌破中央价位的个股 可以试着去做放空 来赚一下快钱 那当然手上的多头部位 还是可以保留一部分 因为再讲稍微长眼一点 我们大概会认为 第四季到隔年第一季 通常也是比较好操作的时候 因为有财报空窗 几校会忘记等等的因素 所以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现在是9月19号 第三季末到第四季初 这个时间点 其实是可以试着 做一些空头的布局 来达到一些平衡的效果 也达到一些获利的效果 给大家做个参考 这个是在今天的盘氏的看法 今天也要来请教一下老师 比如说在散装的族群 其实今天部分个股表现还不错 老师怎么看 散装的部分 我觉得当然是有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讲 这个近期也是讲说 中国宝方的题材 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了 就是有利指控杀的话 就有利散装 所以散装的部分 我觉得看起来好像也并没有转弱 我们以2637的慧养KY 它毕竟在散装在台湾市 应该算是龙头 它这个地方 它在9月14号 这一天大涨之后 连续三天 其实算是一个量缩的整理的格局 然后要注意一个点 9月15号那一根 那一个是其实有点 相对高档有出量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位置 第一档的位置在50.8元 所以50.8这个位置能不能守住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那包含像前一天的收盘 也是在50.9 所以50.9 50.8这个位置 我建议大家 它如果守住的话 当然就会是强势 如果跌破的话 也要适时的做一个调节的动作 那再来 包含像玉民 接下来 它也是在9月15号 创了一个 那个近期的大量 那这根大量的红K 那个收盘的位置 大概50块整数的位置 这个位置当然就相对强 那它的低点大概48.2 所以这两个位置 如果守住50块 维持强势 如果跌破48.2 那就要考虑 是不是就要出场 那个短线的行情 是不是就有可能 稍微做一个调节 做一个结束 这个部分我先提醒大家 然后再来 其实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在那个2636的台华投控 就是过往 大家常说 最东海的男人 对 那2636 其实它在散装的这一块 坦白说 我觉得在福尔德这一块 可能是会受益的族群 那它的股价也表现 还维持强势的格局 那这一段时间 连续性的上涨 当然不能说大涨 但是到目前为止 都是持续守住 无日线 所以无日线能持续守住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注意 那当然回过头来 我们可以顺便带大家看一下 像货柜的族群 像长荣啊 那个阳明望海啊 等等的 他们今天好像都有点 要回撤 靠近无日线的感觉 所以这个地方 无日线最好也是 维持一个守住 守住的话 维持短线强势的格局 如果守不住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就稍微 短线上 如果你是做一个 短线的同学的话 那也可以适时的 做一个调节 但是如果你手上 没有股票的 那其实我也不建议去介入 我相信 应该可以找得到 更好的标的 给大家做个参考